你們都要講一些館長沒說的 柯文哲怎麼樣啦 館長怎麼了啦 我人在這邊強力譴責喔 因為我人在外面不知道會說髒話 晚上直播回去再跟各位聊 好不好 好 那現在我們就等 希望檢察官 希望清德兄 希望民進黨的 我認識這麼多的必法委員 大家認識一場 你覺得這樣幹對嗎 不會 再次我還是感謝各位啦 願意 無償的 利用自己休假的時間 在現在一年比一年了 我剛剛來啊 我覺得真的 別讓我想到去年的7月16號 我又感動了 我覺得他們兩千小老的話 一定哪 要負責啊 對啊 機會耶 也不要說明天少的時間 對,接近 這個應該 要多承擔耶 好不好 要多承擔,好不好 好 好 太熱了 太熱了 她趕去就撐過來 太熱了 太熱了 持法要公平 持法要公平 相信清白 放屁加油 持法要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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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清白 放屁加油 放屁加油 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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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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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要來支持她 而且 她昨天到現在 時間拉得太長 我一直在等她 我一直在等待 這個 我們檢察官宣布她 我在直播講過嘛 宣布她犯罪的證據 對 因為我覺得都辦成這樣了嘛 她肯定收了不少錢 她才被 現在抓過來問這麼久 我也一直在等 有點像有人心格度比 雖然我相信她 但是 也不知道 我也沒跟她 每天在一起 對不對 我也擔心她變職 我也擔心她已經 魔化了 已經腐化了 但是我昨天等到今天 好像不是這麼回事 剛剛我看了非常多新聞報導 問了老半天 問到現在 也沒有查到她 多收人家幾塊錢 她一直在那邊壓 我覺得我人還是要到現場 而且看到那麼多支持者 都到了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一定要到這樣子 對 館長 館長 會不會覺得 這個賴政府啊 辦案速度也太快了吧 會不會有這個 執政黨的機器介入啊 我是覺得 如果你要她來約談一下 這樣我覺得是合理的啊 因為我覺得 我們今天不要這樣講 我們連台南市長也被約談嘛 那她是禮貌性的約談 她就沒有做大動作 可是我講你今天這麼大動作 你也是為了草新聞要壓他們黨 要消滅他們 因為 各位都媒體人 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真的差太多了 她真的沒有媒體的力量 所以我是覺得說 兩邊辦案 你說有沒有差 當然有差啊 我們隨便舉幾個例子 一大堆案子還卡到這邊 才沒辦 對不對 那大概案子就辦成這樣 而且 到現在為止 證據在 我還是講證據在哪裡 你要講出來嘛 那就壓了這麼久 對 你被發提審被脫回了嗎 是 生壓收壓這個東西 你說有沒有可能發生 他都搞那麼久 如果我是檢察官 我不壓他 我不是很沒面子 我搞了兩天 我累死各位 累死警察 累死媒體 他現在面子撐了 撐了也要壓他 我知道 後面也有民進黨的大官在盯 不然這不是變笑話 各位忙這兩天不是被笑話 他現在已經想壓他嘛 我也講你壓他 啊證據要拿出來給我們看 你為什麼要壓他 啊圖利 啊圖什麼利 賺了多少錢 如果沒有你一句話 你就認定 我最討厭法院這種事情 為什麼人家都司法不公 為什麼85% 86%人都不信任司法 我自己也開庭開那麼多 就是法官他認為嘛 我們是講求 我們是民主法治國家 我們講求的是證據 他說多少錢 你趕快放出來 我也想 讓我傷心 讓我難過一下 對不對 你壓他壓死他 他媽真的拿錢去死 政治人物就是這樣 你貪污了就去死 喔 但是 現在這樣 我還是講啦 我們都在等嘛 所有人都在等嘛 為什麼要壓他嘛 right 我在等啊 我覺得他想壓啦 肯定想壓 不然不會拖那麼久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我們不能講 因為 喔 警察朋友都在這裡 我們不要造成困擾 很多人都說 我為什麼不號召人 我很白癡啊 我號召人 我號召人就 警察朋友就忙死啦 就 他們就舉牌啦 我也不是沒被舉過 是吧 舉牌了 對不對 所以他們這個叫自發性活動 他們現在站在這邊的所有人都是自發性 大家自己願意過來的 那他們要在這邊多久 我 I don't know 對對對 館長 那這個司法現在好像就是要把民眾黨這種 鏟除消滅 那 您覺得接下來這個民眾黨的支持者 因為藍綠都會想要搶 但是 小草們的何去何走 那 會不會那個支持黃國昌這樣 我覺得他們兩邊想法都很有趣啦 民進黨 在上次的選舉少了三百萬票 這次柯文哲多了三百萬票 他漸漸的想像就是把柯文哲幹掉 這少了三百萬票就是他的 那國民黨覺得藍白和沒合成 如果合成呢 他現在早就他是總統 所以他也想把他幹掉 喔 所以我是 我個人的潛見就是這樣 不然不會打這麼大的利益 但是我還是在這邊 我最想提醒的是國民黨 國民黨有非常多好朋友 你們真的要想清楚啊 官長 民眾黨的台中市長副主委江何樹有提到說 柯文哲可能會不想要被交爆 如果是他個人的抗爭的話 我們尊重嘛 因為 他主席人他也是有脾氣的 他可能認為說 他又沒有 他很呼呼你這樣搞他 像他昨天不是就一次 其實是很不聰明對不對 但是他 他EQ就是 他就是講情商不高 他可能認為說 我 被你們問那麼久了 喔 所以他昨天就被逮捕嘛 然後又多做了一個新聞嘛 是不是 欸謝謝 欸 謝謝謝謝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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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辛苦啊 你也來啊 昨天檢調沒有用拘票 是用傳票請柯文哲來說 後來因為柯文哲拒絕這個夜見證信要離開嘛 結果就直接逮捕他 後面覺得這樣 故意要設計讓柯文哲去遇回 好我跟大家講啦 最近的案子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就一槍斃命嘛對不對 無論是 國會助理 國會的助理貪污 這個所謂的加班費 或是鄭文燦案 或是詐騙集團案 我們一定馬上你看 檢調一搜索完回來 玩到新聞 政論節目就開始了 多少錢 什麼東西 我們都找得到 我現在想回答的就是 柯文哲到現在什麼東西 在哪 你說是不是個陷阱 我覺得是啊 我覺得這是政治大戲 我還是講啦 如果有什麼 證據趕快提出來 你壓他 我認為OK 沒問題 不然我覺得這是很鬧劇 真的 OK了嗎 你們辛苦了辛苦了 你今天聲援一下柯主席 這樣 我今天其實是來跟小草 幫小草 我們一起來加油 我想天氣這麼熱 我們一起加油 那要多補充水分 今天最主要是來跟小草 喊加油 好謝謝 謝謝大家 大家都知道我一直都相信柯文哲的青年 我認識他超過三十年了 這一點永遠不會變 我相信他 那也希望他能夠 我就是 嗯 身體狀況要能夠 保持身體的 呃 對 是經不起這麼長時間的 對 因為我覺得 他應該 他要經過這樣長時間的這樣 徵訊 我是擔心他身體上面吃不消 所以 還是 就是 拜託主席 然後把自己照顧好 我想 有 強壯 有健康的 身體 跟心理 才能夠面對 這個往後這樣子 也許是 要往後可能就是 長時間的這樣的 施法的一個 我不敢講說是逼迫 或者是要訊問 但是我還是希望他身體 要能夠保持健康 身心狀態最重要 謝謝 我想 我今天就不回答一些政治問題了 我今天就主要是來跟小草 加油打氣的 那就這樣 好不好 謝謝